大家好,我開始在人生第一段極限生存旅程 當時燃燒興旺喜歡打機的我,我開始第一個遊戲系列現在 不過當時我突然間有新的想法,就是希望可以改變你的風格 所以,2013年11月1日,我開始在人生第二段的流浪生存旅程 當時為我改變自己一貫的遊戲玩法,開始第六個遊戲現在 不過,新系列的風格並沒有令大家嫌棄一身,反而更加沉悶 而結果,更加難以收場 在今年,我決定再次展開這款遊戲第五個系列 而這個遊戲系列就是叫做 野比大紅的,生存中將 以往,人問我為何將以前大部份的系列都剷除了 原因,是因為舊其時的作品並不合夥現在要求 所以,我決定再為這款遊戲,這個頻道 創造一套,創造一套,不會再因為質素 以剷除的,minecraft系列 而你和我,將會再次踏上這條 最後一字的,生存旅程 好,大家好,我是大紅,歡迎大家實力中 野比大紅的,生存中將第一集 第一集,終於都回來 由我頻道一開始拍的遊戲系列 這個遊戲我已經當成為新遊戲 玩的了,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接觸過minecraft 已經是相信兩年前的事 已經不玩minecraft的原因有很多 我亦都不想做得解釋 因為真的有太長篇的故事要講解 就算要講解,我都可能在這個遊戲系列中 慢慢講解 接下來,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 要先刮樹 我已經當了這個遊戲系列 是新遊戲去玩 因為,太久沒有接觸過minecraft 第二,就是 我已經分不清楚這遊戲系列 更新到什麼版本 所以我已經是 上網去找了資料 看看有什麼版本 暫時來說是最好玩 以及較為穩定的一個版本 因為你都知道 有玩開minecraft 你會 每次更新,你都會有很多人去罵 因為太多不使 一來,一來就是 一更新,有很多模組 尤其是,一跳過另一個新版本 不是說0.幾去更新 那些小更新 那些大的更新版本 即是一升,就是升1.幾 1.幾去升那些版本 是最煩的 你會發覺有很多模組 又或者 很多以前你用開的一些 別用的模組 你會發覺用不回 是一定要等那個作者去更新才行 所以我暫時找到一個較為最穩定的版本 就是1.9.4 我已經太久沒有玩minecraft 我已經不知道它更新了什麼新版本 我最為清楚的就是 它更新了雙手的模式 你可以按一個F 這樣就可以 兩邊手可以 做更換的動作 譬如 你想用拳頭 不用太反應 不用開那個物品 直接按F 可以 右手換左手 左手換右手 都可以 這些 這些應該是新的方法 我還要給我一點時間 我自己去擾一擾 因為我不是太清楚這些石 究竟是什麼石 這些石 全是新的 全是生的表現 擺到明這個系列 已經是讓 知道有minecraft這個遊戲的存在 但是 你又沒有玩過 但是你又不想玩 或者想看人玩的一個系列 你當是一個真是全新的系列 亦都是 那個名字是顧名思義的 幾比淡的生存中獎 無語無意外 這個系列應該是 是我玩minecraft的最一個系列 因為我上兩個系列真的 原得不太好 你都知道了 就是 又不是太多時間出片 那兩個系列都是 出片的效率都是非常低 所以我希望這個系列可以出發很多 例如 一至兩個星期就可以有一集 好啊 真的不好 不如 一個星期 起碼兩集 好啊 這樣都會開心一點 認真 瞧著 因為事關我已經是當了新遊戲 所以我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遊戲 雖然是一個沙盒的求生遊戲 一個生存的遊戲 但是 裡面這個世界是有怪物的存在 你一眼前見到的那一集 就是 遊戲裡面叫做creeper 叫做怕痕者 它可以 用這個自爆的方式去攻擊玩家 我現在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但是 這個是人稱在minecraft裡面 最為恐怖的一種怪物 因為它自爆是可以炸爛在身邊附近所有的方法 其實我不是很想試 因為它一炸爛破壞了地獄 我覺得 不可收拾 所以儘量不要惹它 打它一拳就算了 拜拜 當你收集到木頭之後 你就已經可以開始按我的耳掣 然後在身體裡合成所有的橡木材出來 然後第一時間要弄一個工作台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 弄木棒 弄我們必須要用到的工具 就是 木稿 認真木稿 在這個遊戲裡面一開始真的非常重要 首先掛門 會是一開始必須要的資源 我已經想好了 我已經決定好 就是 不建一間屋住 一開始 先衣服在這個山上 跑山的一間屋出來 6點鐘拿個屍包出來 為什麼我要這麼急 因為 距離 遊戲的落山時間 非常之近 這個遊戲是有日間的系統 和夜間的系統 即是如果時間 到了晚上的時候 這個世界 是非常之危險 所以你現在第一時間 就要 這麼急 弄了一個洞 挖了一個資源 把所有資源塞進去石洞裡面 我們今天 怎麼怪 好吧 我們先回去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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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晚就是要這樣過 因為 我們沒有床 如果你想立刻去 整個遊戲 立刻天亮的話 你可以 首先是有床 這裡可以找床出來 怎麼走出來 我們遲些找材料 我再教 中文字幕